王一博无辜受牵连 前些年,王一博一直在韩国做练习生 他回国内才没几年 后来因出演陈情令爆火,才慢慢迈入顶流 从年龄上看,他也不会和李一峰那些人有交集 除了在这几年的颁奖晚会上,偶尔会碰个面 他更不会做出PC或被包养的事出来 因为前些年,王一博才几岁啊 他连平时说话都是青涩的 其次,王一博一直钟爱着摩托车和街舞 前些年没火时,就算他有空闲的时间 他也会把精力用在摩托车和街舞上 更何况,这些年也没有传出过王一博去逛夜店 或和哪个女星有绯闻的事出来 最后,自从王一博火了之后 他一直忙着拍戏和拍街舞 甚至有时连自己的睡眠时间都不能保障 他又何来的时间去PC打野或被包养呢 况且,还有不少粉丝,全天候关注着王一博的行踪 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他们早就爆料出来了 又何必等到现在 而且,王一博在做公益上也不甘人厚 甚至在郑州水灾的时候 他还亲自去现场做志愿者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王一博的人品经得起推敲 也许是王一博越来越好 在无意间触动了某些人的奶酪 在王一博拍的不少戏,即将要上演之际 这些人就开始往王一博身上泼脏水了 他们是看不得王一博一直好下去的 路遥之玛丽,日久见人心 相信王一博会经得起各种考验 我也会一直支持他 大家对此如何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